它是整天都會有茶點跟美食 那你要問我說 外面不是也有茶點跟美食嗎 有什麼不一樣 你自己的跟別人的不一樣 我真的覺得還沒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我在外面我也很爽 會是吃到飽一整天 好像也是 Good morning 要是在新的一天 歡迎來到新加坡迪士尼遊人系列 這是第二集影片囉 是的 上一集影片呢 跟大家分享了它的六大主題 然後還有跟我們之前去過迪士尼的 哪些不一樣的地方 那還沒有看的話可以看這集影片 那這集影片呢我們要來公布什麼 我們來公布他們的房價 終於公告了 對熱騰騰的房價 昨天公布資訊了 到底要多少錢呢 好先講結論 超級超級超級無敵便宜 有點嚇到這個價格 我之前去做過迪士尼遊輪的是Wish號 那時候我們去做Wish的時候 全家人大概花15萬 一個人算下來的話大概是3萬多到4萬台幣 那包含了小孩 那大家知道坐遊輪就是第三個人第四個人 是比較便宜幾乎是半價的 所以最好是四個人為基數 然後一起去搭遊輪 你可以最划算 這樣可以最划算 比較下來CP值它其實很高 因為同樣價位的東西 我們去住飯店的話 我們遊輪還多了很多東西可以玩 對 然後那時候在公布票價之前就很緊張 到底他要賣多少錢 會不會來到亞洲之後 口袋過不夠 會不會他就故意就是要中我們的錢 這樣 結果好險他還是一樣的定價策略 良心 對 好 那我們今天就來分享所有的細節 對 沒問題 那從價位開始有分不同日期 然後不同的舱等 就是分了四個舱等 是 第一個是內舱 內舱就是 沒有風景的 沒有風景然後蓋起來 那我記得我跟蘇珊第一次在2014年去坐遊輪的時候 我們就是住內舱 可是那個其實我們是窗戶但是很小 然後完全被擋住 它外面剛好是一個救生艇 對… 所以那個也算內舱 對… 第二個的話是海景的 你是看到外面 但它還是有點像小內舱嗎 就是它沒有陽台的 出不去… 對… 然後第三種呢是Virada 就是有陽台的 我們上次跟中月圍林 然後還有羅卡 就住那個有陽台的 對 然後陽台好處就是你可以一整排 你就住在一起的話 大家還可以通臉很好玩 哇 那時候記得真的超有趣的 我們連住四間 然後外面那個陽台超大 就是一起出去玩就很有趣 然後再來就是 Concierge Suite 就是禮賓套房 其實就是套房 然後就是高級的套房 就很高級這樣 房型就有不同的價位 然後再來就是分不同的日期 那這一次呢 2026年的上班之前的 所有的可能航行時間都已經公佈了 那主要分三個晚上 三個晚上 四個晚上跟五個晚上 有不同的行程 然後跟不同的安排這樣 是的 那我們整理了幾個比較特別的時間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的價位到底是多少錢 是的 首先呢是首航 首航 對就是12月15號 首航的話它就叫做 Disney Adventure My Den 那個航程裡面它是三個晚上 它會有很多不同的儀式的活動 然後慶祝第一次來到亞洲 然後第一次Adventure迎接客人 感覺會有很多不同的小迎賓細節出現在那個船上 對 那首航是12月15到12月18 那三個晚上的話呢 它是新加坡幣是2094元起 2094是兩個人的價錢 對 它只有兩個人的價錢 那如果你要再加上去的話 就是不一樣的價格了 那其他計價的單位都是以美金計價 然後再換算成新加坡幣 所以它的價格其實是浮動的 那四個商等分別最便宜會是多少錢呢 那一艙2105新加坡幣 Ocean View是2929新加坡幣 然後Virada有陽台的 是3204新加坡幣 李冰號房是7460新加坡幣 所以最便宜最便宜的那一艙呢 是大概5萬台幣兩個人 所以你換算下來就是一個人大概是25000塊 你就可以參加首行 我要參加 我要參加 三個晚上 所以你除以三嘛 所以一個晚上大概是8000塊 那這個價格它是沒有包含小費的 小費的話每個人是14.5美金 那你如果是住禮賓套房的話 是23.5美金每個人 加上去其實就加個幾百塊 也沒有加多少錢這樣子 那迪士尼郵輪呢 跟其他郵輪很不一樣的是 迪士尼郵輪是all included 很少很少有花錢 就是額外加錢的機會 迪士尼要加錢 除了你要去吃那個付費餐廳 或者你要做SPA 或是Wi-Fi要花錢 你不需要額外花錢 就可以得到一樣美好的體驗 所以這個價錢不會是一個騙你的價錢 它不會有什麼隱形成本 那還蠻多人會喜歡住內昌 是因為覺得坐郵輪嘛 大部分都在外面玩 那你這次睡覺就回房間 你根本不需要View 對 那以我們上次的經驗 你覺得你喜歡內昌還是陽台昌 陽台昌吧 對 我們還是喜歡陽台昌 尤其是跟朋友一起去玩的時候 外面還可以穿在一起 但是你想要節省成本的話 其實住內昌也OK 然後下一個很特別的日子是聖誕節 聖誕節 聖誕節是12月22號起航 然後到12月27號 還有六天午夜 對 然後這個行程是五個晚上的 有別於剛才那個三個晚上 你就得多玩一點 像剛剛那個首行 我就覺得一定玩不夠 真的 那個船那麼大 我們上次四個晚上 我就覺得不夠了 我也覺得 這次聖誕節呢 就可以讓你好好玩 有六天午夜 也算是這一次 所有的行程裡面就是比較長的 那六天午夜的話呢 它的價格最便宜是 3607元 那價格是浮動的 就是它是因為用美金兌換 大概是這個錢 換算的台幣呢 大概是87400元 它也是適用於兩個客人而已 如果是Ocean View的話 是5093新加坡幣 陽台是4144美金 那你如果是住禮賓套房的話呢 就是貴一倍 9724美金 OK 然後下一個呢 也比較特別的時間就是跨年啦 跨年也是六天午夜的行程喔 跨年也很吸引人耶 真的是 都好特別喔 從12月27號出發 然後到1月1號 新年的第一天 然後回到新加坡這樣子 另外一個比較特別的時間是 是初信 它是三個晚上的行程 它的內上呢是1390美金 Ocean View的話呢是1930元 陽台房是2110元 里冰套房呢是4900元 所以其實呢 我覺得都不會是到那種很誇張的 沒有到頂標櫃的那種感覺 對對對 就是都還是玩得起的那種感覺 以上就是它昨天公佈的新的價格 沒錯沒錯 那其他的時間呢 大家也可以去搜尋一下 那價錢呢其實是有一點浮動的喔 所以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趕快把自己的時間booking起來 那接下來呢 那我們就來介紹房間啦 第一個我們先看最便宜的 就是我們的內餐 是豪華內餐 內餐很漂亮耶其實 豪華內餐呢它尺寸都差不多 只差在有沒有陽台而已 迪士尼郵輪就是它每一間房 然後不同的樓層 都有不同的迪士尼的主題 那像我們之前住的是青蛙公主 那之後如果我們有第一手消息 知道它每一個房間 是什麼樣的主題的話呢 我們會跟大家分享 這張照片其實看不到那個另外一側 因為其實內餐可以住到四個人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兩個人的那個床而已 但其實後面跟我們之前一樣會有一個沙發床 上下 要嘛上下要嘛前後 了解了解 然後下一個是看到豪華內餐 然後它是有Riff View的 就是我們之前有介紹那個 七樓有那個珊瑚礁的那個廣場嘛 所以你看出去它是 喔是那個珊瑚礁那個 對 欸那這個內餐很值得CP值超高耶 便宜然後又可以看 可是內餐的價格它的View就很好耶 對因為像之前迪士尼郵的人不可能有這種 因為不夠打 對 所以不可能有這種長等的方形 那這個閃房間的話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哇 你不會太猶豫 因為你不會是全部都壁紙 嗯 你是看得到的 那這個錢會再貴一些些 喔這一點點 對 然後這個圖的話就可以看到 你另外三個跟四個人要住哪裡 睡那邊 這個沙發床 那沙發床的話看起來它是往前拉的 對 接下來是Inside Stay Room 哇 就是這是真正的內餐了 對 剛剛那是豪華內餐 這是真內餐 空間沒那麼大 對擁擠感比較重一點的 但是你如果是想要去體驗到他們的秀啊 或活動啊 你不會太常在房間的話 其實住這個也很夠 豪華海景房 喔 對你是看得到海景的 但是還是沒有窗戶可以出去的 沒有窗戶可以出去 然後下一個是海景的一般房 其實那個設計跟剛才那個內餐一模一樣 對啊 只差在有沒有海景 嗯 下一個是豪華的海景有陽台的 然後這個感覺也是一模一樣的概念 然後加熱陽台 對真的假的 但是看起來是房間非常小 它這一次 因為船太大 所以你的選擇就很多 下一個是豪華海景房 然後是有陽台的 這個就很讚了 跟我們之前住幾乎是一模一樣 然後可以住到四個人 然後尺寸的話 細節到時候可能要 等我們去拍 等我們去拍 開放之後才看得到 接下來又是另外一種房型囉 它是豪華花園房景 哇 也是面對裡面的那一招 有陽台的 就我們之前有介紹嘛 就是我們看到那個 中庭的時候 你左右邊看到 喔 都有房子 對 這個是可以出去外外面的 有陽台可以出去的 對 但是你是看的是花園景 嗯 然後下一個是豪華海景房 然後有陽台 然後是看Rift View的 所以單純就是View View陽 這個看了三五角 然後剛才看花園景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一個 比較高級的產品 你住禮賓套房的話呢 你就可以享受禮賓空間 那這個是禮賓酒廊 然後還有私人的日光浴平台 這還有私人泳池耶 會不會太過分啦 哇 然後它這一區的靈感呢 其實是來自於迪士尼的動畫 阿拉丁 那阿拉丁的感覺來建造這一區 它是整天都會有茶點跟美食 那你要問我說 外面不是也有茶點跟美食嗎 有什麼不一樣 你自己的跟別人的不一樣 我真的覺得還沒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我在外面我也很爽 我會吃到飽一整天 好像也是 但是可能它餐點會好一點點 然後你都是形態的問題 你會很尊榮 所以你在那個地方你可以吃到 就有點像是我們去飯店的貴賓室 火機場貴賓室 你就可以有一個永動餐的地方 還有落地窗 然後還有特殊的休息區 然後你可以看海景 還有酒吧 然後酒吧的靈感是來自於魔潭 所以它會有搭配俯衝的那種曲線 然後還有流蘇的等級 然後還有戶外的健身區 然後還有護理床啊 然後還有瑜伽空間 就是你一定要住在這個套房才可以進得來的 那個這樣俯瞰下去好酷 其實這個space很大耶 很大 接下來是禮兵才可以專用的嘛 禮兵水療什麼 對 要住在禮兵套房才可以使用這個禮兵水療 然後它裡面呢 它有就是按摩 然後面部護理 然後針灸 就非常亞洲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這些人 都住什麼樣的房型了 這些人 禮兵套房 先給你看一個最普通的 主臥跟次臥感覺 就是一個次臥的概念 對 蠻大 像昆賽斯的床 然後後面也是迪士尼 然後接下來就是那個 禮兵套房的家庭房 然後是有Ocean View跟陽台的 你看這個陽台啊 它兩間打通了吧 這個禮兵房 它是一路連到客廳那邊去的感覺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開箱 真的喔 好想去喔 好 然後再來這個是 陽台 這陽台要多大 你的套房裡面有自己的水療池耶 然後還有自己的綠光浴 兩個堂椅 對 還有一個可以用餐的空間 這超級無敵大耶 我們有機會去拍嗎 好 然後這個 這個跟我們剛剛看到那個應該差不多 禮兵套房也分很多種房型 那我們剛剛看到那個有超級大陽台的 它其實是其中一種 那這個也有補充一點點的 就是它有陽台的 然後這個是有海景的 還有海景的耶 海景的這也看起來超大間的耶 很大間 然後它都還有那個客廳啊什麼的 所以它不會是只有一張床 三間房的尺寸這樣聯合在一起 那種概念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他們的客廳 好可愛喔 它下面有人跟你打招呼 然後還有一個超大的電視 這客廳超大 哇 你看客廳另外一個角度看過去 對啊 哇 超大 然後這裡是其中一個房間 都很高級的感覺 所以它就是把它原本 你看後面的床頭櫃 奢華的翻面的感覺 它就不再是用圖片的輸出去做 哇 你看另外一個角度看這邊 哇 阿拉丁 這個皇家套房 夭壽喔 太猛了 那這個禮兵套房呢 它其實是靈感來自於冰雪奇緣 然後每間客房呢 都會有寬敞的客廳 然後會有酒吧用餐區 然後還有寬敞的主臥室 然後跟兒童臥室 客房是雙床房 兩套衛浴 就是有兩個浴室 然後還有私人的漩渦浴缸 然後還有躺椅 就我們剛剛看到的那樣子 皇家套房也會跟旁邊有一間臥室 就是姐妹套房可以連在一起 然後這個套房是可以單獨預訂的 所以你可以把那間房間單獨訂下來 然後就可以把它連在一起 變得更大的房間 然後它的套房呢 它是用那種慶祝愛沙傳奇的冰魔法的概念 然後呈現現代的那種設計美學 整個房間就會綻放出那種傳統花卉的圖案 然後讓人家一進來 就想起那種安娜的那種標示性的那種衣櫃的感覺 你看連它的地毯都是呼應的耶 好 下一個來看一下我們的水療房 Mary Poppins呢 它的水療套房也是給裡面客人才可以使用的 然後環境的話它有室內跟室外的休息區 然後裡面可以做美髮、美甲 然後還有沙樓 那我在想一般客人還是我自己的SPA的 可以預約的地方 分兩區吧對不對 對 所以這個呢你就不用跟別人搶 你可能比較好訂 這個還不好訂 欠奏了欠奏了 好 以上呢就是這一次新加坡迪士尼遊輪 Adventure的一些房型的介紹 然後還有價位的分享 大家是不是越聽越期待了呢 趕快存錢了各位 對 好 那要記得我們上次有跟大家分享 就是有一些提前預訂的時間 你都沒有去過任何迪士尼遊輪的話呢 就是12月10號 跟大家一起在當天 然後就可以下訂郵輪 是的 那如果你是有去住過的話呢 可以看我們上期影片我都有分享 到底哪個時間是你可以特別提早去預訂的 沒錯 好 那太期待在船上跟大家遇見了 真的 對 那我們也會第一個時間希望 可以拍到首行 然後跟大家分享最新的第一手消息 好啦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的分享 喜歡 你們會喜歡喔 拜託幫我們追蹤 訂閱 分享 還有按讚 然後我們就可以 更有機會分享更多的迪士尼消息給大家 那今天影片到這邊啦 喜歡的話記得訂閱 分享 按讚喔 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回到房間來就晚上9點 9點以後要睡覺了 對啊 你這樣撐個半個小時就不行了 就睡著了 對… 煙火還要到10點 11點了 對 你隔天早上6點 7點 然後又要參加第一個 Spiderman的活動什麼 所以根本真的 你就是閉著眼睛在裡面就睡著 就那個房間真的是佛睡覺用的 只差在心情啦 就是有些人不喜歡被關起來 還有幽閉空虛什麼之類的 不用了 這就是這樣 啊 一是